今天的话我们把这个CSHAP的变形编程 把它稍微讲一下 这个拖的时间有点长了 那么这个变形编程或者是多线性的编程 那么这是在很多后台的任务里面都必须要涉及到的 我们要进行变形编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充分的利用我们资源的这样一个计算效率 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CPU的利用力是没那么高的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变形程序的这样一个程序结构 能够提高我们这个CPU的利用力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变形编程的一些基础概念 那么在变形编程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概念就是进程 现程 现程 迟 还有后面要讲的任务 有这样几个概念 首先的话是进程的概念 那么进程的话实际上就是 就是一个应用程序的运行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讨论进程的时候 不仅仅要了解这个任务是如何执行的 而且还要理解这个 这个进程运行的时候所关联的这样一些资源 通常的话进程是作为一个应用程序的边界 也就是说一个应用程序 通常是不能够访问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这个进程里面的数据 这个进程里面的数据 也就是进程相对来说是独立的 但是这个CPU的执行的话 是以线程为分配这样一个基本单位的 也就是说线程的话是进程执行的基本单元 是操作系统分配CPU时间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CPU上面的执行 实际上的话在某个时间片 如果是一个单格的这样的CPU 那么就只可能是一个线程在执行 一个进程可以包含若干个线程 这个也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PPT的时候 那么可能在这个应用程序的背后的话 有多个线程在运行 比如说有某个线程在计算 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个汉字 有另外一个进程 一个线程的话 在统计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聘写检查 可能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线程 来进行这样一个界面的刷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PPT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叫这个进程 那么可能会有多个线程在执行 那么这是线程和进程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线程词的概念 那么线程词的话 是为什么要有线程词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后台都必须创建一个线程 不一定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的话 可能这个线程创建以后 并不把它释放 而且把它放到一个一个 线程词里面来进行管理 也就是线程创建起来以后把它沉起来 当这个线程词里面的话 有空闲的这个线程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这个请求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程词里面的 这个线程给激活 那么它重新又去执行 那么这是实际上这个线程词的话 它只是一个管理的概念 也就是对线程进行管理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任务呢 任务的话实际上我们在cchap里面的话 我们很多的编程是基于这个任务的编程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直接去创建线程或者是线程词 那么这个dornet的话 它是通过这个task 对这个底下的底层的这个thread 或者是thread pull 也就是线程和线程词进行了一定的屏蔽 或者是对它做了一定的封装 可以这样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编程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任务并行库的技术上来自己编程的 当然有些作者 比如说有些程序员 他认为自己的话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线程的执行 当然你也可以用底层的这样一个thread 来做这个并行编程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dornet并行编程的这样一个架构 那么其中除了核心对外的就是这个tpl 也就是它的任务的变形库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单这个多线程变成的时候的话 通常会提到 那么什么是单线程 什么是多线程 或者是多任务的多线程 那我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单任务的单线程 比如说我们到食堂吃饭 桌上有个碟子 碟子有五个饼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个人就餐 那么他的话吃完一个加一个 那么他吃五个饼 那么一个饼花多少时间 那么他吃了五个 那么也就是五倍的时间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任务的多线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桌上的话 可能仍然是这么多饼 但是这个时候来了多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多个人 这个饼的话就是这一盘 那么很显然 如果是五个饼 一个人加一个 那么很显然 一个单位时间里就把它吃完了 那么这个 对于这个资源来说 那么它消耗的效率的话 时间效率 就比上面的话 就会有它的五倍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样一个 并行的这样干 但是这个 这个多线程出现以后的话 会面临很多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冲突的问题 我们要对它进行并发的控制 这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共享方案 我们这个盘子里面的话 有这些饼 也可能的话 其中有两个人同时去加一个饼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碰撞 或者碰撞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控制它 比如说我们通过盘队 或者是通过令牌等等 那么这样一些手段 来控制这个 对这个数据 共享数据的这样一些访问方法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这个由于这个 有多个线程 这样一个访问 那么还会遇到 可能会碰到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象 比如说 A在这里的某个资源 B有在这里的某个资源 那么A的话就希望 你B的资源什么时候释放呢 我就往下执行 而B的话就希望 A的某个资源释放了 它就往下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两个线程的话 都相互的进行等待 这个时候都会陷入这个思索 所以出现多线程以后 那么线程之间的管理 就会带来很大的 这样一个代价 可能也有同学会问 这个多线程 是不是一定会提高 这个程序的执行的效率呢 也就是说 多线程实际上就是并行 是不是并行就一定能够 提高这个程序执行的效率呢 这里要说一下 当你的CPU的占用力 本身就很高的时候 那么这个多线程 不但不能提高 你这个程序的执行效率 而且有可能会降低 因为这些线程管理 还是有一定的开销的 那么这个有了这个 单任务多线程这样的概念 那么多任务多线程的话 就更好理解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里也给了给你多张桌子 每个桌子上的话 都有这样一些病子 并且有多人就餐 那么他们之间的话 就会更复杂 但是对于某一个任务来说 它仍然是碰到的问题 和第二个出现的这种情况 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单线程和多线程 单任务和多任务 这样的关系 那么底下的话 也给了这样一个示例图 也就是说 对一个单线的CPU来说 那么在某一个时间片 那么这个就是时间片 T0 T1 T2 T3 T4 T5 T6 T7 那么这是我们的时间片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线程 有两个线程 一个是0一个是1 那么在某个时间片 只有某一个线程在执行 某个时间片 只有某一个时刻在 某一个线程在执行 这后面的话 是它对应的指令 好 那么多核的情况下呢 它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时间片 那么在这个核上 有这个线程0在执行 在另外一个核上 有这个线程1在执行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片上 有两个 两个线程在执行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它是并行在执行 那么这里一个前提 就是多核 但是可能可能很多同学会问 因为我们的这个CPU 我们这个PCG的话 它只有一个核呀 但是我们可以同时 执行多个任务啊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概念 是到底它是单线程 还是多线程呢 这句说一下啊 这个多任务 实际上它就是多线程 只不过我们人感觉不到 因为这个时间片分配的话 它通常是微秒级的 那么这个时候 人的话根本就感觉不到 我的当前正在执行的线程是什么 所以用户感觉的话 就是多个应用程序 好像同时在执行 在并行的执行 实际上对CPU来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核 它始终是创新的 那么这是 讲这个多线程编程 或者是这个多任务编程 我们要提到的 这样一些基础概念 对于这个任务变形库来说 我们通常这个变形变成的话 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数据变形 也就是说我们将数据进行分区 但是对于每一个 这个分区的数据来说 它执行的任务都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里都是加密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的这个数据 那么进行加密 取个数据进行加密 这边取个数据进行加密 那么我们的话就可以 有这样多个任务在执行 那么这里是数据变形 还有一种的话叫任务变形 任务变形的话就是 我数据可能是相同的数据 也可能是不同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我可能执行A任务 对于也可能是执行B任务 这些ABC这些任务 变形的在执行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任务运行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 这个Docker我们后面会讲 这个D级编的现成的管理的话 我们的后面的代码里面 没有举这样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现成编程的话 对于csharp来说 也就是早期的这个编程的话 主要用到这两个类 一个叫thread 一个叫threadpull 而现在的编程的话 基本上是进入task类 这个类下面的这样一个应用 也说它实际上屏蔽了底下的这个线程 和这个线程式的管理 通过这个类屏蔽了 那么它有很多接口 那么这些接口的话 我们编程的时候再去接触 好下面的话 我们就来看 并行编程的一些基础概念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例子 任务 这个的话就是单线程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执行 那么这个 这边的话是一个耗磁的操作 我们有几次耗磁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这里先创建了一个计时器 那么这边的话 进行这样一个求和的操作 肯定时间比较长 这底下的话又是一个求和的操作 一个正主一个附属部分的这样的求和 最后将它进行合并 好我们计算一下时间 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个串行的方式 也就是说 只有当这个执行完了 这个执行完了 才能继续往下执行 如果这个耗费的是5秒钟 那么这个的话差不多也耗费5秒钟 那么它加在一起的话 就差不多有10秒钟的这样的时间 底下的话对这个输出的结果 和我们耗费的时间 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串行的编程 好我们运行一下 那么这里耗费到12秒钟啊12秒钟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Demo2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创建了两个任务啊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计算它正主部分 而这个任务的话是计算它是什么 它的复数部分 因为我们这是任务的话实际上也就可以理解成对应的现成 那么任务的创建我们后面会讲啊 就是task.run或者是task.faculty 通过这个任务工厂的star6去创建也行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直接用task.run就可以了 那么这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函数 或者这个lambda表达式 此际上的话这个run 像我们通过这个参数可以看到 它后面应该是个委托啊 它可以接接受几种类型的委托 一个的话就是行为委托 Action委托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方式委托 都可以 方式委托的话 它是带返回值的 带返回值的这样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那么创建了一个任务 就开评了一个线程 那么底下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 开启了这个任务 那么它也会开启一个 开启一个新的线程 那么当这两个任务都自行结束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通过读它的 因为这两个任务的话都是带返回值的 用return 这个任务在后面一个long 说明这个任务的话是带返回值的 那么我们通过读它的result 那么它会阻塞的 也就是上面如果没有执行结束的话 这个值就堵不出来 只有当这两个任务都执行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求它的和 最后输出 同样我们这里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计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 这个程序执行它的耗费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耗费的是12秒左右 这个的话是6.6秒啊 也就是说我们开辟两个线程的话 呃两个任务的话 那么它耗费的时间差不多是前面串行 执行的时候一半的时间啊 当然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去开辟这样一个一个任务啊 因为任务之间的分配调度也是要耗费时间的啊 也是要耗费时间的 但是我们呃开辟三到五个或者是十个以内的啊 这样一些这样一些任务的话 那么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程序的实行效率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CPU的占用率没那么高 啊没那么高 好我们再看一下demo3 那么这个章节的话啊 这个demo的话主要是讲我们如何去创建 和创建任务啊并执行它 那么任务的创建的话有几种方式 一种的话就直接给它传一个Action委托啊 呃 那么这里创建了这样一个Action委托 那么这个Action委托 给它传的一个参数是一个函数的定义 那么do some work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没有返回值的啊 啊用Action委托的话 那么它指向的函数都是没有返回值 那么这里仍然是一个耗时的任务 将这个计算的结果将它输出啊 就是这个函数的定义 所以我们先创建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委托对象啊 再将这个委托对象 初始化给这个任务啊 通过new的时候 new task去创建 对它进初始化 而创建了这个任务以后 这个任务并没有执行 任务的执行 要通过这个star函数来来执行啊 那么这是这个这种任务的创建和执行的策略啊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直接用task.run啊 实际上前面的例子里面已经提到过了 除了定义这个委托对象之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lambda比拉式啊 因为这个lambda比拉式和这个委托对象是等价的啊 这前面已经讲过啊 所以我们在创建这个任务的时候 可以定义lambda比拉式 同样的我们在启动这个任务 如果这个任务的话 你在这里不加上这个阻塞的话 那么这个前面这些任务还没有执行 那么这一条语句的话就会 这个主线程的这一条语句的话 就会就会立刻执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csharp对于这个任务的管理是一个异步的 它是一个异步的方式 也说只要它一开始执行 那么它程序的话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你不阻塞它 它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如果不阻塞的话 那么它一开始显示的就是这个css 但是这个两个子线程的话 子线还没有结束 那么很显然从逻辑上这个肯定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一个个的去组塞 wait等待它的结束 或者是通过这个任务的wait all 分别等待这两个任务执行结束以后 再继续往下执行 好我们下面再看这个执行结果 这个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 也就是指任务 当你的这样一些指任务执行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主线程才继续往下执行 那么这是demo3 我们再看一下demo4 那我们在创建这个任务的时候 还可以创建带返回值的这样一些任务 也就是这个任务的话 可能还会还会返回一个值 因为我们这个任务执行的时候 除了给它传递这个action委托之外 那么还可以给它传递function委托 也就是这个run这个函数 run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跟它传的是一个 这个function委托 它还可以 直接把这个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task的帮助 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 run stop run wait dispose task 有run 有run啊 没找到 continu 任意不 应该不是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吧 task result task result 可能肯定 找错了 research 也没有 那么这个run的话 这个taskrun的话 它有两种 也就是说 你可以给它action委托 也可以给它function 这样的委托 那么这两种形式都可以 主要是依赖于 你的任务的形式 如果你这个任务的话 是没有反馈值的 那么你就给它传递 这个action委托 如果这个任务的话 是有反馈值的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传递就是这个function委托 好 我们看这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function委托 那么这个function委托的话 实际上指向的是 这个do some work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应该是带一个反馈值的 那么它的反馈值是run类型 带反馈值的这样一个函数 好 那我创建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的话 把这个委托 作为这个run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任务的话 在创建以后 那么通过run来运行 那么这个时候任务就已经运行了 那么运行以后的话 我们下面就读它的结果 那么这个任务如果没有结束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就不会读 这个task and result 那么会阻塞这个主线层的执行 直到这个任务执行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task factory 也就是任务工厂来调用 通过这个start new来创建我们的任务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采用这个denroll 这个简单一些 底下的话也是可以得到它的这个 带返回值的这样一些任务的结果 带返回值的任务的话 我们在定义这个任务的时候 要指明它的返回值的类型 也就是task 这后面的话有个类型 也就是它tresult的类型 那么在这里是run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demo 在这里的话是这个任务数组 我们创建了多个任务 那么这里这个数组有多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元素的话是整数最大值 这个是它的一半 这个是它的四分之一 有这样三个值 那么这边的话就创建了这样三个任务 task 创建了这样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对象 三个任务 那么这个任务的话都是带返回值 是什么 是run类型的这样一些任务 但是我们记住 这个任务在创建的时候 并没有对它 每个子任务并没有对它进行出色化 也就是我们没有给它委托对象 那么委托对象的话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run的时候 也就是star6的时候给它传的 给它的这样一个 一个lambda表达式 好 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它的知识 那么对于这个任务来说 task i 那我们的话就启动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这个任务的话 它有一个 这里应该是一个参数吧 这个任务的话 接受一个参数 state object tpl的时候 这个任务 带参数的任务的时候 它只接触对象类型的参数 如果是别的类型的参数 你自己要进行类型转换 也就是将这个对象类型转成 你的目标类型就可以了 好 改定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的执行 执行的流程 那么它这里做了这样的求和 首先的话将你的参数转成整形 在底下一个的执行 执行以后得到它的反馈值 那么这个star6怎么传参呢 那么这个参数就是它 实际上就是将这个参数 给了这个state object 这一部分相当于一个函数的定义 而这个的话相当于 这个函数的参数 给它的这样一个实参 那么这个任务就执行了 执行结束以后 因为这个函数是它反馈值的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这个第二个任务 它是有值的 好 循环三次以后 我们就给它传了三个参数 并且执行了这样三次任务 每次任务都有个反馈值 好 底下的话就等待 所有的任务执行结束 通过waiterall进去除塞 好 执行结束以后 我就将每个任务的结果 每个任务的结果 把它给得到 加入这个求和 接下来输入它的求和值 那么这个就是 多个任务 也叫这个任务宿主的 这样一个访问方式 当然你不用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 它的任务的执行具有相似性 比如说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数据变形 对不对 都是相同的任务 或者都是近似的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定义这个任务宿主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的六个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代码的话 主要是测试任务的一些基本状态 那么任务的有哪些状态呢 任务有创建状态 有它的运行状态和运行结束 complete等等 有这样一些状态 看这边有没有 任务的状态 任务的状态 守信 status 状态 这应该是个美举吧 有哪些 有取消状态 创建状态 这个什么 运行 等待运行结束 是吧 任务complete 执行 任务已经正确执行了 running状态 正在执行 wait for 等待激活 waiting to run 等待被执行 为什么有这么多状态呢 我们一般的在操作系统里面的话 一个线程通常没有这么多状态 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这里面的任务并不是线程 并不是线程 它实际上可能还需要上面的这样一个管理调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task实际上是底下线程或者线程时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样一个抽象 它需要对这些任务进行管理 所以它可能比底层的线程有更多的这样一些状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执行的状态 我们在这里设个断点 不是断点 因为有这样一些输出 那么第一次输出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 那么这里的话只是创建了这样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并没有被执行 因为我们没有start对不对 也没有调用这个run 我们只是创建了 我们只是创建了 new了这样一个task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它只是创建的状态 好 创建完了以后 我们start start 那么并不代表这个任务就一定在什么 一定正在执行 它可能等待去调度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状态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waiting to run waiting to run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去测试它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去测试这个任务的状态 那么它可能的话就是一个running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 我们阻塞我们的这样一个主线程 等待这个任务结束 所以当任务之行结束以后 它的状态应该就是一个complete这样一个状态 最后的话应该就是任务到结束 这样一个状态 最后把它的结果给读一下 那么这是任务的状态 任务的状态 我快速的讲吧 这个有点事儿 任务的取消 那么任务的取消的话 我们要定义这个topping source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读它的令牌 好 我们启动这个任务 启动这个任务 那么这个任务的话 如果hopping的时间比较长 也可能的话 我们在这个子任务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的主线程可能发出了这样一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这个令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取消的这样一个请求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任务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要时刻的去检查我们这个令牌 如果有取消了 那我们的话就做一些取消的这样 任务取消的这样一些 写这样一些代码 当然你也可以抛出你的异常 但记住抛出异常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异常的话 主线程是不能补获的 不能补获的 那么它的话这个异常只能是你这个子线程去补获 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 可以比如说释放一定的资源 释放一定资源 或者是返回某一个某一个值某一个标志值 那么主线程根据这个标志值 那么可以做不同的这样一个计算 做不同的计算 那么这是这个子任务 如果没有取消 那么这个依附语句就不会执行 所以它会继续往下执行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子任务执行的期间 如果并没有主线程的话 并没有发出这样一个取消的指令 那我们会继续执行 并且得到了我们期望的结果 在我们在这个启动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取消这个任务 那么这里必须传一个参数 也就是传这样一个令牌 这样一个参数 也就是我们启动这个任务的时候 这个任务如果是可以取消 那就必须要传这个东西 传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任务的子任务的执行 好我们再看我们的主线程里面的 主线程的话就是你随便敲了一个键 敲了一个键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任务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取消的 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发出这个命令以后 那么子任务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检查 检查 那么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检查到了这样一个取消的指令 那么我们就结束 结束这个子任务的执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7的执行 那么它正在计算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 我随便敲了一个键盘 那么这个时候取消了 取消了以后 它就抛出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的话 那么主程序的话 它不能捕获 这个多线程程序的 这个异常的处理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 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进行讨论 大家如果对这一块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 比如说知乎上面去找一些专题 那上面应该有一些 专门的这样一个讲解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上微软的msdn 当地上面去查一些资料 应该也有 好下面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任务的连续之行 那么这里的话定义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 这些代码都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很少去讲 这个里面的代码的执行的 这样一个情况 好这里定义了个任务 再定义了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的话 是在第一个任务的基础上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那么下面是它的这样一段代码 这样一段代码 那么这个参数就是第一个任务的 这个参数就是第一个任务 记住啊 也就是说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第二个任务二的 它的一个函数体 对不对 它的一个函数体 但是这个函数 这个赖马达比达斯给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如果第一个任务是带返回值的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 去读它的反回值 读它的反回值 那么 这个continue with 这个函数的执行 那么它依赖于 前一个任务的执行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执行结束 它就不会执行第二个任务 也就是不会执行这段代码的 那么这是 这个任务的continue执行 好 我们启动的时候 这需要启动第一个任务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任务执行结束以后 那么它会自动的启动第二个任务 好 那么启动以后 同样的我们要阻塞这两个任务的执行 不是阻塞 阻塞这个主线程 等待这个两个子任务的执行结束 那么这是 continue with 那么这里是不带反回值的 下面这个的话 应该是带反回值的 我们看一下带反回值的 这个程序的定义 那么这是任务一 任务一的话 它有个反回值 有个result 那么这是任务二 那么这个任务 任务二的话是紧接着任务一去执行 其中这个参数就是任务一 其中任务一的话是 是什么 是反回值是long类型的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这里面的类型就是一个long类型的 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任务一 好 那么下面这个程序段的话 我就可以去读任务一的里面的数据 我就可以访问任务一里面的这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就是它的结果 那么这是这个连续执行 任务之间如果带反回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任务二是带反回值的 甚至还底下可以定义成定义任务三任务四 那么这个例子应该也有九十 我们看第十个例子 那么这个是任务一 它返回的是三十 那么这个是任务二 任务二的话是将上一次任务执行的结果 和这个三十相加 那么上一个任务任务的话 执行结果就是三十 三十加三十 所以它的反回值是二十 而任务三的话 又是在二的技术上进行continue 所以的话它就是又将任务二的结果 任务二已经是六十 六十加四十 那么就是一百 所以任务三的反回值就是一百 最后一个任务的话 又是在三的技术上继续往后执行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三 任务三 任务三的结果的话 那么就是一百 一百再乘一十 所以就是一千 这个时候我们输出的时候 它就是一千 那么这是这一段代码 continue执行 当然一样也要进行组三 好 运行一下 自己结果是一千 连续的任务执行 我看十一 这段代码是干啥的 数据的共享访问 我们在多任务编程的时候 由于我们可能多个任务之间 要访问这个复线程的 或者是访问这个进程里面的 这样一个共享数据 如果大家都去访问它的时候 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 并发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看 直接看这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定义了一个count 那么我们这里定义了十个任务 那么这个每个任务的话 都是对这个count进行什么 进行相加 而且这里面的话都加了一千次 如果它们之间的话 不会发生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它的结果的话就是 一千乘以乘以减乘以十 就是一万 所以我们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万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之间结果是多少呢 那么这里是十次任务的自行 对不对 此次任务的自行 并行自行 好 等待所有的任务自行结束 我们看一下这个count的任性结果 你看它并不等于一万 而且 我每一次执行的话 可能得到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这里这个时候又是一万的 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 一万 再执行一下 你看每次结果都不一样 那么不一样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也就是我们访问这个共享数据的时候 存在存在这个冲突 也就是说我在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能已经被另外一个现场给改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通常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枷锁 对不对 互职访问 进行互职访问 那么下面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对这个数据进行枷锁 那么这个锁的话 只要是一个object的对象就可以了 一样的 仍然创建了这样十个任务 那么这个十个任务分别执行 只不过我在访问这个什么 访问这个共享数据的时候 我在外面加个锁而已 log 括号 这是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锁 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好 将共享数据访问那一部分的代码 把它放到这个锁的这个范文内 锁的范文内 那么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呼致访问 好 我们看这个程序的进行结果 不管你怎么运行 那么它都是都是一万 第二只自行 是的 继续自行 仍然是的 这个呼致访问的话 有很多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子线层里面 子线层访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也就是说尽量不访问共享数据 我们的话就尽量不去访问它 我们可以在这个 所有的子任务自行结束以后 再对共享的数据 进行这样一个合并 但是有些情况下 有些需求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访问它 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加锁 最后还有两个 两个程序的话 就是这个并行库 这个库 parallel 我们做数据并行也好 做任务并行也好 都可以调用这个库 它的方法 那么也就是我们写并行程序的话 就就更简单了 它们里面主要有下面这样三个函数 一个的话就是for 一个就是for each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invork 对invork 直接看待嘛 那么这边的话是有我们有这样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数据源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类的for each方法 那么它会依次的去遍临我们数据源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数据源 从这个数据源里面取某个元素 都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它会自动的去开辟我们的线程 自动的会去开辟我们的线程 或者是线程词 进行这样一个执行 你也可以试着进行这样一个串行的执行 当你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串行执行效率肯定没有这个并行执行的效率高 因为我们这边开辟的是多个线程 可以用这个parallel for each 或者是for都行 但是我建议大家用for each for的话这个参数不一样 这边的话是它的上下键 这是它的下键 下标的下键 这是下标的上键 而这个就是对应的下标元素 这是下标 那么我们通过下标访问这个数据集里面的元素 那么这是这个执行数据并行 也就是说是这个数据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 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数据并行 我们还可以进行任务并行 任务并行 那么什么叫任务并行呢 就是我这边的话 给定某个数据 那我有不同的任务 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刷卡 什么什么发送没有 刷卡发送没有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是两个函数啊 一个的话是发送你没有 这个的话是刷信卡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类的for each方法 调用它的action委托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一个action委托的这样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数据的话是一个委托的数据 那么这个item的话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个的委托对象 也就是一个个的函数 一次的去调用这样一下函数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刚才是什么 数据并行 这个是任务并行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p行库的for方法 进行这样一个任务并行 甚至可以通过这个invoke这样一个方法 给它这样一个action委托的这样一个数据也行 那么它也会去并行的去执行 其中这个invoke这个方法的话 它会自动的去调用这个whitewall 你加不加这个都没什么关系 加不加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是cchup里面的并行编程 这样一部分知识 那么这部分知识的话 我们讲的也比较简单 比较浅 还是希望大家的话 有花更多的时间去巩固 或者去补充这一方面的知识 特别是这个多线程或者多任务编程 遇到异常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处理 这一部分我们这个讲义并没有深入了去讨论 那么这个并程编程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讨论到讨论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可以给我进行mail 或者是客户交流 好 那么这次课程就结束了 不是那么多黄 주세요 谢谢 谢谢 星人